皆さん ようこそ 我是玉鳳叔叔 今天要來介紹的牌組是 大大龍 這次要來介紹的牌組是 大大龍 在最次的DL遊戲當中 新增這一張生育翼龍 這張牌只要在手牌中的時候 生命值為7以上 則可以發動激咒效果 激咒的時候就可以進行一次的跳廢 因為你之後還可以幫助你過一張牌 是一張兼具跳廢以及過牌 非常強力的一張牌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最強的功能應該是 8費的時候你直接排出生育翼龍 就會複製這一張從者的生命值 然後做到三個超大的盾 幾乎現環境的各職業都非常的難以應付 所以整套牌組最重要就是你要趕快 去把你的體質提到一定的程度 還有就是把跳廢跳起來之後 再排出生育翼龍 就可以打出一個非常大的長壓 排出選配方面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就是 一到三費的排隊加體質的卡 至少要有11張以上 理想值應該是要在12張以上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 哎想要再玩一個上限比較高 所以我是選了風亭之龍 那正常來講的話 有些人就是會把風亭之龍去拔掉 可以去放一些六費的從者 像是補血的 或是光陰提電龍去幫你穩定手牌 甚至就是 如果你比較怕對面鋪長的話 你可以放四費的迪亞馬特 或者是聖巧智 那再來就是二費的選擇 選了龍刃的陣勢 為了就是快速的綠牌 去找出後面更強大的從者 那捨機掉珍珠人魚的效果 也是因為 呃珍珠人魚啊 他比較屬於一個二費二二 然後比較沒有用 在後期時就會卡在場上 比較笨重一點 所以我就沒有考慮了 那剩下就是累積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之前啊有測試過 要不要搭載具 但實際上啊 因為載具你就會綁定說 比如說你放了一費那張一一二嘛 那你就一費就不能去打到加血的從者 那之後如果你進了很多張那種 需要加血之後 才能觸發效果的從者的時候 你就會顯得非常尷尬 而且如果你放了自由冒險 也會綁定就是你二費自由 你三費才能累積 那基本上玩這套牌 你就是要追求於說三費錢 你要打到兩次的加 這樣才可以保證你之後 每一張的從者都可以去拿到能力 大概在三費四費時 就可以擋出珊瑚沙 然後做到一個極高的爆發 比較可以調整排 就是龍之養成 可以自行的去做一個變動 原主的刺樂 有些人比較喜歡的話可以放到滿 那龍人的正刺 有些人比較不喜歡的話可以去減少 珍珠人魚也並不是說絕對不行啊 如果你不想要龍人正式 前期想要做一點 場面壓力的話 可以選擇珍珠人魚 剩下就是是非 看你要選拉斯提娜 還是神巧智 或者是迪亞馬特 還有就是兩張的風亭之龍 可以去拔掉了 然後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接著我們來快速看一下選沛的牌吧 因為選沛的牌最主要就是這十張 那這邊其中要特別提到的就是 巨龍之幻 巨龍之幻我比較推薦就是 如果你要掛就只掛一張 你可以去幫你穩拉987 或者是你排隊最高費就是神域翼龍 這樣的話 如果你有先打到兩張加加的話 你用巨龍之幻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三費的調費 或者就是你可以先把它抽上來之後 等著八費的時候排出 做出一個極大的場面 那其中啊 如果你真的要玩一個非常坦東西的 還蠻推薦可以放光翼天界龍 因為他可以直接加到兩血 讓你的神域翼龍變得極高的血量 其實我在最後的巨炎衝刺的時候 有稍微玩一下這一套的大大龍 然後最高就是獲得一個六連勝 而十場的戰績差不多就是七勝三敗 第一場遇到的是皇家 那皇家來講的話 就是要想辦法跳廢 然後提早打出神域翼龍 去防止他的進進出出 不然的話會非常的難辦 那手心來講的話一七色流牌 我會去找到就是一費 一定要找到什麼元祖之樂 或者是德埃克的機奏去做到一個夾夾 然後再來的話 有龍之起勢 我會把他考慮留下來 其餘的話就是 呃都換掉 趕快去找到你的加大熱的牌 要在三倍前完成兩次獎 就可以達成這套牌的條件 我們一費打了元祖的吃了 還不錯的節奏 那接著的話就是龍之起勢 把牌出去 對面是打了進度戰爭 可以知道的是 他是比較屬於協作體系 他又不是婦女進行服務 那這樣的話 因為手中沒有任何的加大蟲的 那就只能拍下幻夢能魚 剛好幫我衝進了風亭之龍 這樣我可以在五費節奏 欸不是五費節奏 我可以在進化點回來的時候 直接進化風亭之龍 還可以幫我過一張牌 這邊就 哎呦剛好右手神域翼龍 直接跳背跳起來 搭配到珊瑚莎 稍微解一下 如果你有來 羅馬諾尼亞的情況下的話 我比較建議就是直接派你玩 莫尼亞 然後有夾到又可以再出發效果 能交出一張的剩餘海馬 是差很多的 這邊就就就就剛好可以做到一個 瞬師崩停之龍 全部的牌加加 再搭配到珊瑚莎 超級強 超級強 好像這樣 啊如果 對面是 這場比較差的話 那這會還沒有假進化點 我會考慮就是直接讓 剩餘海馬直接提到一個 七七的體質 可以考慮了 對面的羅莫島 射程圈 直接撞掉我的珊瑚 珊瑚殺旁邊那隻剩餘海馬 有的珊瑚莎 來啦把盾給架起來 可是我們這一套沒有 嗯 雅瑪特跟聖小子怎麼辦呢 沒關系 別忘記了 還有那個 烈日的傳承人 德萊克直接進來 哇 德萊克真的是來的是神之一筆啊 然後 因為德萊克現在已經修正到下修到 只要七次血量就可以達到五點的之三 所以我再打這個 傷害直接灌到對面頭上 朋友們又想說哎 我感覺優勢挺大的對不對 所以我他的 只是六費的 米斯特利娜 你被涼下來之後 再搭配到旁邊的勇武集結 勇武團結 倒數換掉 就沒想到他放了 艾爾尼斯塔 再搭配到一個恐懼猎拳 兩張的守護 再用艾爾尼斯塔去換掉之後 哇 我的傷害感覺斷打了 我的傷害打不出去 而且甚至啊 他六費時直接達成了 哇哦 15次的協作 六費15次直接跳出了滅絕之士兵長 太誇張了吧 我其實看到那麼順的哎 直接六費跳出來 那接著的話 我們也只能就是神域 哎呃呃呃呃呃呃這邊 就是我一定要想辦法 這個場面全部解 當然有一個選擇 就是可以直接神域翼龍 然後你去賭這個三個盾 對面過不了 可是呢 別忘記他剛跳出了滅絕之士兵長 滅絕之士兵長的效果 就是他協作10的情況下 就可以直接破壞三張敵方掌上從這 如果我一拍下這個神域龍 還有滅絕士兵長 我就爆了 所以我就是要去賭說 羅馬諾尼亞去加到累積 或者是珊瑚沙的必殺 把這兩個守護都換掉 可以把傷害也要最低 結果我加到的是累積 但也沒辦法 那最後啊 就是選擇就是 再叫進化點可以累積 然後做到一個加加體積 因為我還是要把這個守護給保留著 因為進化的生育海馬是沒有守護效果的 我對面真的很誇張 他的風神都不會到自己手上 都是瞬間出來 有沒有看到他果然拍下了 滅絕的士兵長 所以我剛剛在那邊打 生育翼龍就打臉了 可是這一層啊 就真的沒有選擇了 我可以考慮就是龍人的正次之後 直接拍出 神域翼龍 希望這三個大盾成為長城龍 直接扛住 五十一五十一跟七四 他只要沒有滅絕 這士兵長是絕對過不了 他的風神已經開始送 就表示他是沒有的 這就是我們反攻的號角 最強神域翼龍 呃等等這個羅馬諾尼亞的 一六六電擊啊 還可以賦予必殺 雖然他又再去打出了一個 鐵位戰架架出了三個守護 看起來也是直接把我扛住了 但是 我們相信那一張 德萊克進來了 沒錯 這次有德萊克 漂亮的手頭 哇這個這個這個 這樣改真的是變超強的 德萊克 先把這個場面給回收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場的對局 我完成了兩次的加加 兩次的跳費 然後直接打出了風亭之龍 而對面啊是已經有打出了 尤里亞斯的 不戰者效果 那他看起來是一套 然後比較偏進化體系 打後期的細血鬼 所以我們 尽可能要把他 他給找上來 那剛好 很順的風亭之龍之後 幫我抽到了 神域翼龍 那接著的話 對面就要看到很絕望的場面了 神域翼龍上吧 還剛好迷牛電擊加到 那就成為一個 七十一 然後五十一 五十一的 巨大場面 你看 比倫上啊 對面沒有女帝也難 他沒有辦法的 接著 他使出了二一之弊 還想靠這個 平弱的牆壁擋住我啊 我們就剛好 靠右手進來的 德萊克 上一回右手進來德萊克 然後直接用到AOE 剛好用進化點 之後可以順便少掉二一之弊 防止所有一切 阻擋在我面前 盤上的那個神域翼龍 直接罐頭 被贏了 嗯哼 最後一場我們來看一下 對上 精靈的對局 天氣起手的時候去找到 加加爾從這 所以龍之養成 雷吉跟羅馬諾也啊 都沒有用 就把他換光吧 呃 哦 有德萊克還不錯 那就是準師德萊克 啊 可是又來一張 比較沒用的雷吉 如果對面拍了不能夭花 那暫且來推斷的話 應該是 激咒夭 因為現在激咒夭為 激咒夭為大眾 雖然說 呃 二費沒有 再給我一張加加爾牌 但是進來的幻莫能魚 他是有加過一張體質 那我就直接貼一下德萊克的記者哦 接著就可以主持拍出幻莫能魚 幫助拉薩爾兩張牌都可以觸發到效果 然後原本的上一吋呢 右手啊 又幫我抽到一張沒有用的玉琴 但就必須好要再等 那個德萊克的法術盤進來 才有機會去加加 接著一吋 哇 剛好右手拉斯提娜 拉斯提娜 對於精英來講是非常麻煩的存在 因為他萊姆內爾是無法直接射掉了 那就可以騙到他兩張牌 接著他使用目的巨人 搭配到神魔獸人 搭配到進化的 再加打 不過就知道他可能要做什麼事 就是要射萊姆內爾 火不起來 哦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有兩發 等於說我的拉斯提娜只做到兩點 接著艾巴卡直接踢頭 哇 但是非常強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邊神來一筆 直接珊瑚沙 珊瑚沙被仗累積 就可以做到一個超強的場面爆發 那由於我知道精靈對於應付 場面都是產線很難辦 因為他不是阿莉亞那一套 所以的話我這邊會進行優勢交換 就讓我的所有從者都留下來 他真的的話我下一筆 可以搭配到累積跟炎柱龍人 又可以再進化 然後全部再結合 又再踢頭 超級彈的東西 結果對面這樣繳的艾爾法拉下來 他光是一張的神 因為海馬就撿不掉了 我們就很順利的拿下這場的對局勝利 累積下來 直接 那個是多打的 直接 累積進化 全部換掉之後 長攻就可以21點直接帶走 拉拉龍就是這樣 輕鬆簡單保底 輸贏都非常的快 不停